嗨,WonderKids 我是Sharon姐姐 欢迎你们收看 9月份第一个星期的 SKY SERVICE空中聚会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报告要告诉你们 从这个星期开始 0到12岁的聚会会变成一个的聚会 所以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 就只有一个影片 所以欢迎你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 跟我们一起来观看我们的空中聚会 在空中聚会里面 我们会一起唱歌跳舞 会一起听故事 还有会一起来做手工 所以我们要一起期待咯 Let's go 我的盼望 生命全员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 你 明事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破碎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破碎 生命全员就在耶稣基督里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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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或是永留 漫游哪里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你和我 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 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 披持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你和我 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 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 披持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我们一路上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 走往祝福的方向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有一天 Lixon 狗狗和Sanna姐姐 正在聊天 他们聊啊聊 聊啊聊 突然之间 Lixon 狗狗跌倒了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哼 哼 Wanna Kiss 们 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啊 我要去扶她起来 于是Sanna姐姐就扶起了Lixon 狗狗 当Lixon 狗狗站起来过后呢 也就检查伤口 还好没事 好朋友应该要互相帮助哦 嗨 Wanna Kiss 你们好 我是佩婷姐姐 今天啊 佩婷姐姐很开心 可以在这里跟你分享圣经里的故事 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 是来自圣经里的 试诗记 在试诗记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先知 很多很多的试诗 其中一个试诗就是迪波拉 迪波拉她也是女先知 而且她是唯一一个女试诗哦 故事是这样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忘了我们这位伟大的上帝 他们甚至忘了要怎么向上帝呼求祈求 而且他们还做了什么呢 对 他们还去敬拜别的神 去跪拜别的神 我们的上帝当然觉得很生气也很失望 于是她就把以色列人交在了耶冰 当时的迦南王的手中 那时的迦南王耶冰啊 他有一个很强的将军哦 她的名字叫做西西拉 对 西西拉在圣经里面说她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 而且她有一个很强大的军队 不只这样哦 她还有什么呢 最让人可怕的是 她还有900辆战车 铁车 这让以色列人完全无法还手 就这样 以色列人就被他们统治了整整20年哦 20年是非常长的时间 于是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啊 迦南王耶冰 并不是一个好王 他们一直欺负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终于他们终于想起了他们这位上帝 他们就开始呼求上帝 这时的迪波拉也从上帝的口中 听到了上帝要他做的事情 上帝要通过迪波拉去得着 去拯救以色列人的自由 而且啊 上帝也通过迪波拉告诉他 他 要如何除掉他们的敌人 于是 迪波拉就去找了 他 巴拉 他的名字叫巴拉 巴拉也去找了迪波拉 迪波拉告诉巴拉什么呢 他告诉他 上帝要你去拿佛塔利和西布伦自派 去招集一万个人 而且要去到塔伯山去 耶和华也会派他 也会带着西西拉的军队和他的铁战车 去到塔伯山 可是啊 这个消息巴拉听了并不开心哦 他怕 他知道西西拉非常的厉害 他也知道他有九百辆铁车 他听了他一点都不高兴 他说我不要我不要去 于是他就跟迪波拉说 我不去我不去 除非啊 你也去 你如果敢去 我也敢去 如果你不敢去 我也不敢去 嗯 这时的迪波拉听了 就叹息说 唉 好啦好啦 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啊 上帝不会把打肾脏的功劳交给你 他也不会把西西拉交在你的手里 而是 会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里哦 嗯 到底这个女人是谁呢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去哪里了 他们就开始去召集那一万个人 然后去到哪里 你记得吗 他们去到塔坡山 西西拉也是听到了 他们要聚集一万个人 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也去到了塔坡山 这里也应验了上帝说 会带西西拉和他的军队去到塔坡山 于是这场战争即将打起来了 在大家都喊冲啊冲啊冲啊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突然啊 西西拉的军队乱了阵脚 他们的军车 他们的马都到处乱创 仗都还没打起来 西西拉已经输了 这时 巴拉和迪波拉就趁着混乱的时候 攻打进了西西拉的军队里面 西西拉看了这个状况 惨了 我们要输了 我要快点逃跑 就这样西西拉就跑了 巴拉看了 哎 惨了惨了 西西拉逃跑了 快点去抓他 这时的迪波拉反而告诉西西拉 你不要忘了 上帝要把西西拉交在那一个女人的手里 而不是你的手里 到底西西拉逃到哪里呢 嗯 西西拉逃到了一个帐篷里 这个帐篷里面有一位女人 这位女人的名字叫做亚裔 亚裔她不是以色列人 可是她非常喜欢以色列人 到底亚裔会帮谁呢 亚裔就邀请了西西拉进她的帐篷 西西拉也没有怀疑的进到了亚裔的帐篷里面 亚裔非常的热情款待这位西西拉将军 甚至还请她喝起了牛奶 西西拉也觉得这里并不危险 就在这个地方 睡着了 哦 她竟然睡着了 什么事情发生呢 亚裔啊 就趁着西西拉睡着的时候 悄悄地走到她的旁边 拿起了钉子和锤子 就这样把西西拉给杀死了 这也应验了 迪波拉说的 什么呢 耶和华我们的天父爸爸 会把西西拉交在了一个女人的手里 这时啊 他们也来到了女人的帐篷 这时女人带她们进去 看到了西西拉的尸体 这样 就因为这样 迪波拉和巴拉她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她们也一起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爸爸 Wonderkiss们 这个故事 你们从这个故事学到了什么呢 等等啊 让我们来听听 雪人姐姐给你们说呢 嗨 Wonderkiss 你们好 我是雪人姐姐 刚刚的故事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学习到要听从神的话 你知道吗 迪波拉她是一位 女先知 这个女先知呢 她是可以从神那里听见神的话 然后把神的话 转告给其他的人 就好像迪波拉 把神的话传告给巴拉 让巴拉可以打肾脏 那我鼓励你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也要打开你的耳朵哦 然后我们一起来听 神在这个故事里面 到底要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第一 神要让我们学习 领导能力 什么是领导能力呢 一个成功的领导 会带领一般人 迈向成功 带领一般人打圣战 就好像迪波拉 她虽然是一个女生 在以前她们都比较看小女生 都觉得将军啊 什么都是男生 但是在那个时候 神却使用迪波拉 成为那一个的领导人 去带领以色列人 去打圣战 所以Wanna Key 我鼓励你 在今天 你也要成为领导人 在你的朋友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要成为领导人 哎 不是成为不好的领导人哦 什么是不好的领导人 就是你带领一般人 去捣乱啊 去捣蛋啊 还是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是不对的哦 这是不好的领导 成功的领导呢 是带领一般的人 是带领你的朋友 去迈向成功 去考到更好的成绩 所以我相信 在自己的每一个Wanna Key 你是成功的领导人 那第二 神要在这个故事里面 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那就是信心 你知道吗 巴拉她非常的胆小 为什么 可能或许不能说巴拉胆小 或许我们说 西西拉真的非常的强大 所以让到其他的人 都会非常的害怕 会觉得说 我真的是可以打赢她吗 会非常的怀疑自己 但是 神透过迪波拉先知 来对巴拉说 你一定可以打胜战 然后你知道迪波拉 她是一位怎样的人吗 她是一位非常爱神的人 所以呢 她非常相信 神会带领以色列人 打圣战 所以她告诉巴拉说 好 我就跟你一起去 因为我相信 神会带领我们 赢取这场的战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对每一样事情 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 特别是对我们自己 我们要非常的有信心 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不会祷告 我不会这个 我不会 我不会这个 我不会那个 但是 你是神的领导人 你是神要拣选的人 所以今天 在这里 我们要学习 改变一个方法 不是跟自己说 我可以做到吗 而是换个方式 跟自己说 我一定可以做到 这就是信心 从小小开始来操练 今天我要有一个实验 要给你们看 在我手上的这一包水呢 在里面的水呢 我们预表说是神给我们的信心 神给我们这里的信心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 你看这里有不同的颜色哦 学人姐姐预备了不同的颜色 这里就是我们 你觉得 等一下 我把这个笔插进去的时候 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 水会漏出来吗 还是水不会漏出来呢 那今天呢 我们要带着信心 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以有任何怀疑的哦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信心的实验 你们可以在家跟我一起做 但是现在我来给你们做一个的示范 今天我们说 里面的水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这个笔就是我们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顾一切的 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要把这个笔插进去咯 看好咯 不能害怕 不能害怕 我要告诉我自己不能害怕 所以一二三 诶 看到吗 水没有漏出来咯 那可以插几只呢 我要把自己所有笔插进去 那我开始插第二只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惧怕 不后退 所以一二三 哇 看到吗 是插在水中 而且没有任何一滴水流出来咯 因为当我们做事情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我相信说 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奇妙 虽然是这样子穿进去 人的眼中会觉得 会漏水 但是没有咯 好 那我现在要继续的插咯 还有最后两只 OK 那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呢 有一个人 他没有信心的话 当没有信心的时候 后退的话 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一起来看咯 你们做这个实验 就好像 如果要成功的话 千万不能够 说 我插进去再放一出来 不能够咯 而是 要插进 直接是整个笔插进去而已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说 啊我很害怕 可以吗 可以吗 啊可以吗 不能不能 那就会怎么样 导致 每一个都会漏水了 这个就是 当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会看到什么呢 那个水就会流出来了 所以呢 前面的示范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 相信神的时候 就算是眼 人的眼睛看得出来 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的事情 但是在神里面 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鼓励你们跟我一起做这个实验 一起去挑战 那今天呢 这个是我第二个的 这个的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信心 那今天我要来到第三个重点 就是最后一个咯 就是我们要 神要在这个的故事里面 要我们 要教导我们 要成为一个乐于主人的人 你知道吗 当巴拉他非常紧张 非常害怕的时候 迪波拉也做了一件事情 迪波拉是去鼓励他 跟他说 来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 迪波拉怎么样呢 也帮助巴拉 所以呢 这次我们看得到什么呢 这个成功的领导人 这个迪波拉 当他去很愿意 那个心很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呢 他一定能够做得到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 这里的所有的Wonder Kids 成为乐于主人 成为一个领导力 成为一个在神里面有信心的人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做得到哦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的信心的祷告吧 我们一起 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把我们的手 放在我们的心上 亲爱的上帝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交在你的恩手当中 求神你赐给我们迪波拉的信心 让我们成为像迪波拉一样的领导人 让我们成为像他一样 我们也要去热于助人 常常的帮助身边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你喜悦我们这样子做 谢谢你耶稣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爱你 封耶稣的名求祷告 一起说Amen HELLO WONDERLAND 欢迎来到WONDERLAND 欢乐园 我是彤彤姐姐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9月份 9月份的主题呢 就是动物和森林哦 那每一个我们所做的手工啊 美食啊或者是实验 都会关于到动物 昆虫或者是树木哦 所以你看今天童龙姐姐 也穿上了这个老虎装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一起来动动手 做手工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手工呢 就是这个Dancing Bear 会跳舞的熊 所需要的材料有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褐色的纸杯 褐色的颜色籽 白色或者是黄色的颜色籽 还有三支吸管 还有一双动动眼 Magic Pen或者是颜色笔都可以 铅笔 铅笔 剪刀 江湖 还有胶子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 那我们首先呢 要拿这个的纸杯 然后我们要在上面搓一个洞 然后旁边也需要有洞哦 所以如果你有白色的这个的纸杯呢 你就可以做不一样的动物 比如说白兔 你有黄色的话 你可以做老虎哦 那在上面搓一个洞 然后呢 旁边也一个洞 旁边的正对面呢 也要一个洞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吸管 穿过去哦 好了过后 我们就把它放到一旁 那下一个的步骤呢 就是要拿出我们的三支吸管 最好是用这一种吸管是可以 拉长的 然后呢也可以这样子弯曲的 好 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胶子 OK 然后剪出一小段的胶子后呢 就把上面这个的部分呢 排好过后 我们就要把它给黏起来 OK 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很难的话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哦 好我们就拿胶子 紧紧的把它黏起来 好了过后呢 我们就从这一个的杯子呢 上面这个的地方 我们就要穿过去 一支的吸管要穿旁边 第二支的吸管呢 要穿中间 然后第三支的吸管 要穿去另外一边 好 一点点的时间 好了过后呢 就会像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把这个熊的头呢 黏在上面 那好了过后 我们就先把它放到一旁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一起来画出这个熊的脸哦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褐色的颜色纸呢 然后你可以在家找出不一样的形状 OK 有一个大的圆形 你就可以找一个圆形的 就画出一个大的圆形 可能是它的头 然后呢 可能可以用这种水平的盖子呢 画出五个的圆圈 因为呢 这个是它的头 这个是它的耳朵 一双耳朵 还有一双手 还有一个的圆圈 是等一下我们要剪成一半 半圆圈 是它一双的脚 半圆圈呢 我们剪了出来过后 就是它的一双脚 好 那我们使用剪刀剪的时候呢 要小心哦 OK 小朋友们 比较小的小朋友们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 剪出过后呢 童童姐姐就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们有一个大的圆圈 然后呢 有五个小圆圈 OK 好 那第二个的 下一个的步骤呢 我们就要拿出 白色或者是黄色的颜色纸带 就可以 OK 那童童姐姐拿出白色的颜色纸 再找出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圆圈 圆圆 圆形 OK 画出等一下它要 黏在它的脸部的鼻子 还有它的耳朵 那童童姐姐呢 也已经准备好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 帮它黏上它的鼻子 我们就拿出我们的江湖 在这个白色的鼻子上面呢 涂一下 然后呢 就黏在它的脸部 比较下方的位置 OK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的耳朵给黏上去 所以在这个比较小颗白色的颜色纸 涂了江湖过后呢 也把它黏在中间这个的位置 另外一边的耳朵也是一样哦 然后把它给黏起来 好 那耳朵呢 就是在这个熊的上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要涂一点的江湖 然后呢 黏在上面的位置 OK 还有另外一边的耳朵 也是要把它给黏起来 好 哇 非常可爱的熊 就好了 那 还有少了什么啊 诶 它需要有眼睛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洞洞眼 那如果你的家没有洞洞眼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用铅笔啊 颜色笔啊 或者是 呃 Magic Pen 可以帮它画上眼睛 OK 那童童姐姐把它另外一边的眼睛也黏上去咯 好 就像这样子 那现在童童姐姐就要画上她的鼻子 很像这样子的鼻子 OK 那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Magic Pen 然后在她的鼻子上面画一个的圆形 你喜欢画小小个的鼻子也可以 想要大大个的鼻子也可以 然后过后呢再画两个的U shape 很像U shape这样子的 好 非常可爱的熊 好 那还有她的手掌对不对 手掌是怎么样的呢 好 童童姐姐示范给你们看哦 就有她的脚趾 然后呢 你可以画比较圆形 是她的手掌 OK 还有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好 那如果你是做不一样的动物 你就可以按照她们的手掌画不一样的形状 那她的手掌也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黏上去我们这个的杯子咯 OK 那首先我们先把她的头给黏上去 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胶子 OK 黏在后面的部分 固定她的头 然后呢 我们可以拉下一点 你看到她的手太长了对吗 我们就可以拿剪刀 剪掉这个比较长的吸管 OK 好 就像这样子 那这里有点太长了 再剪短一点 OK 然后呢 我们就把她的手掌黏在旁边 哇 童童姐姐已经迫不及待 我的熊熊可以快点好 OK 还有另外一边的手 OK 就像这样子 那刚刚童姐姐说 还有她的脚对吗 还有一个的圆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剪出半圆形 OK 然后涂上一些的江湖 然后就黏在这一个杯子 比较下面的这个位置 下面的这个位置 哇 哇 那我们的 Galping bag 就做好啦 那如果你要帮这个的 bag 穿上衣服 你也可以帮她 再画一些的衣服 在杯子前面的地方哦 那你们可以做了几个过后 可以跟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 一起玩哦 就好像这样子 那今天的手工就到这里 希望小朋友们会喜欢 那也请每个的小朋友 或者是爸爸妈妈 帮忙把我们 Wonder Kids的影片 还有Wonderland的影片 都可以share到去给你们的朋友 或者是Facebook Instagram 记得按赞订阅 还有分享Wonder Kids的YouTube Channel哦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